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制作人聊过 推论出一个结果 大概知道是哪些人去跟周刊爆料 也知道对方是上不了节目 用此方式报仇 名嘴罗友智和老婆前主播梁丽过去常晒恩爱 可是此前梁丽因在SpaChang服务人员下跪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罗友智也曾出面缓家 但当时他却自曝自己 其实与梁丽已分居六年 二人夫妻情已逝 假面夫妻维持了多年 2018年8月 他还在节目上称梁丽为前妻 一度让外界以为这段多年的假面婚姻已走向完戒片 但事后罗友智还发文澄清两人还没签字 离婚官司还在纠缠 名义上他们仍是夫妻 至于为什么要以前妻称呼梁丽 当时罗友智表示 因为工作人员及主持人郑红仪 都知道他和梁丽的离婚官司还在打 也知道两人已分居多年 他坦言说 不仅工作人员不知道怎么称呼他 他自己也觉得很尴尬 所以只好以前妻来称呼 加上当时他和梁丽已几年没见过面 也没说过话 节目中之所以会再提到他 是因为罗友智近年身体状况不佳 买保险受益人是写梁丽和儿子 罗友智还无奈地说 结婚十几年 感情不合四年 最后分居六年 等于是当了十年的假面夫妻 在与梁丽分居之后 其实亲友及同事之间并没有太多人知道 罗友智为了维持家庭和乐的假象 每遇到一个问候的朋友 都要说谎编故事 对此他形容 每天就像在帮自己写新闻稿式的好累 有一次录影前书画时 同场来宾问候他 你儿子现在怎么样 他立刻编了一顿 早上与儿子一起吃早餐 儿子嫌什么不好吃 他还念了儿子一顿的故事 结果化妆师立刻吐槽 你儿子不是跟你老婆去日本玩了吗 此时他顿时语色 因为他已经许久没有跟儿子联系了 而当主持人郑红怡请制作单位 秀出罗友智与妻儿快乐出游的全家服照 以及谈谈与儿子的关系时 罗友智一看到儿子小时候可爱的模样 立刻泪崩到不能自已 连同场来宾吕文婉看了 也忍不住跟着落泪 节目更是一度中断录影 制作人与郑红怡只能轮番安抚情绪 郑红怡还感叹看得出来 罗友智是真的很爱儿子 事实上 罗友智小时候的家庭也并不和睦 曾经多次被父母亲赶出家门的他 还业于自己是近乎病态的渴望家庭的爱 他曾经认为只要有房有妻有子 家庭就成立了 然而他理想中的家庭 没想到这么快就整个崩解 一度让他无法接受 甚至胡思乱想到要放弃生命 罗友智回忆说 儿子两岁多的那个农历年 他们到上海的娘家度假一周 结果刚到上海 岳母就为了将来 儿子要不要念思笑的事情 跟他发生争执 后来他当场大爆发 接下来的一周 与娘家人隔绝 完全不讲话 独自关在房间里 始终没出来 后来罗友智觉得 自己当时太年轻不懂事 完全不给娘家面子 就算良力居中缓解也无效 现在的他则说 要是能重来一次 一定不会这样幼稚地耍脾气 而曾经也跟前夫是假面夫妻的吕文婉 还感叹夫妻之间的关系 最恐怖的就是两个人的孤单 同在一个屋檐下 却像是陌生人 另外罗友智也觉得自己太矜持 不懂得对儿子表达思念或关心 现在对儿子的生活一无所知 就算见了面 也不知道要聊什么 但是每次见到儿子 看到儿子对应得体讨人喜欢的模样 他就很感谢梁力交得很好 罗友智和梁力离婚后 2016年 因为知名主持人余美人 贴出一张和他的玩手照 于是他被质疑是余美人的新欢 事后 罗友智也跳出来承认了 自己就是余美人的护花使者 此话一出轰动一时 2020年 罗友智也在直播中 揭秘了这段勾手情 并提到余美人在他人生低潮时的暖举 让他感动到泪崩 据悉 余美人几年前在电影院被拍到 勾着一名穿西装的男子 因为该男子后脑勺和罗友智很像 因此被网友猜测余美人和罗友智看电影 之后调皮的余美人决定将错就错 勾着罗友智再拍了一张一模一样的正面 及被面罩 他还乱扯说我们承认了 我们在一起 当时还遭多家媒体报道 两人密恋多时 罗友智此前在直播中表示 自己背了余美人新欢标签四 五年 连去买咸苏鸡老板都八卦问他说 你跟余美人到底有没有在一起啊 被打败的罗友智心想 反正都解释不了 也搞笑回应说我们两个有在一起不能跟别人说哦 罗友智还表示余美人其实一点都不强势 他很温柔 他提及人生中遭遇最大的危机就是前期的下跪事件 因为此时当时他几乎都没吃饭 暴瘦还一息白发 而正当他觉得全世界的记者和媒体都在伤害他时 余美人打电话来了 罗友智说他以为余美人要嘲讽他这件事 结果不是 余美人对自己说 余智啊 我完全知道你的心情 我告诉你很多事情不要太在意 都会过去的 需要我帮什么你告诉我 我看你都变瘦了 你要好好吃饭呀 加油哦 他暖心鼓励让罗友智当场落泪 他强调 余美人关于那件事一句话都没问 他只想交代那句话 有事情去找他 要吃饭 看样子 二人关系是真的很好 而余美人也是一位暖心的人 除了和余美人传出绯闻以外 罗友智此前 因为经常上陈匪娟主持的三立五十四星观点 畅谈新闻时事 两人因而被狗仔跟拍 长达一个月 并被媒体惊爆 二人交情匪浅 有不寻常关系 而罗友智担忧 消息被媒体抢先披露 深夜赶紧晒出和陈匪娟的亲密贴脸照 并公开两人关系说 之前某狗仔告诉我 他们跟拍了我一个月 我还惊讶地问他说 为什么要跟我 对方笑了笑回答说 因为我们收到你跟陈匪娟在一起的消息 当时罗友智真是好奇又好笑地追问说 结果呢 只见那狗仔哀怨回应说 跟了一个月 发现你们生活真的很乏味 太无聊了 啥也没有 听完后 罗友智只能苦笑 并撇清两人关系 说二人真的只是很好同行 大家常常开心吃吃饭而已 绝不可能衍生暧昧情愫 陈匪娟也回应说 与其让狗仔拍 不如我自己晒 有看过 桌子这么大 人这么少 菜也这么多的晚餐吗 只是录完相 肚子饿了 会和罗友智他们一起吃饭而已 可以看出来 罗友智平常应该和同事关系不错 不过也有人说他有一些意气用事 不太顾及别人 如今罗友智与梁丽的关系 仍旧耐人寻味 至于何时 有一个最终了结 我们还不得而知 只希望两个人 能给彼此一个体面 在感情上 经历这么多的误会和坎坷 相信罗友智对于感情 也有了新的认识 虽然在感情上带着失忆 但是却在坎坷中 收获了友情和事业 也希望未来罗友智 能够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 在友情的道路上 越走越宽